這是文牧家交通 再利用事業分析 就是簡單講一句 就是它顯現大段的產業 因為它前面的西寧北路這裡 看下面 就是說 是不是作為陳天賴史料陳列館 同時有補給檢測在修復史料展示 而且它的庭園可以作為文化創意茶座 跟庭園親時修七座 那一二類是供應性 第三類是具語音效益 可以提升永續經驗的可行 同時 它的庭園如果做這個的話 跟以前的使用 是完全吻合的 大概像這樣有一個想像 這個音域計畫就請委員查看 謝謝 是不是所有人也有代表來 是不是有個陳先生陳小姐 是不是有各自發言還是要 好 那是不是先請陳先生 這邊 好 沒有 謝謝 沒有 我要給 沒有什麼樣子 我要給 謝謝 好 那是不是還有一個陳小姐 對 我可能 各位主委大家好 我代表我們清國無形成熟的 是神聖慶祝日 來謝謝各位對陳天賴的看重 那其實這個文物已經進行很久了 那很多主委也費了很多情意在這邊 我知道這個是即將快百年的補作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百年後 可以呈現給你所有的黨友 讓大家進來參觀 就是一直以來 國父母親一直原來的原藝就是這樣 那因為之前就是有人住在裡面 那剛剛我的長話跟你說 我不知道時間有限 因為剛剛徐建律師有提到 我們的文物 你們剛剛光彈照片已經很豐富了 因為二樓的貴賓室 然後以前是我正祖父的招待貴賓的一些場所 所以這個貴賓室 是我們成家成為VIP師 所以很多打關檢藥的人來的話 我們都是請到這裡 那因為當時我的年紀還很小 所以我們只知道做這個房間 就是變得清楚 所以一直是鎖著的 因為裡面有很多 大概跟故宮廠說的一些文物 像珊瑚 花瓶 紫妻 還有烏龍桌陰 可是自從文化學生參與之後 我們也清點了一些文物的數量 那我發現我們成家有人在做管理 OK 這幾個人做管理 他們自己有鑰匙 可是這些文物 現在你們手上拿到的這個很厚的本子 裡面的文物照片就少了18張 那個18張為什麼不見了 不見了 那你問他們說 為什麼這18張的文物不見了 他們說不知道 那這三把鑰匙的人是不是要有負責 那原先住在一樓跟三樓的 陳信龍跟陳舟月交 他們住在裡面各吃一把鑰匙 我覺得很荒唐 因為他們住在裡面嘛 所以每天進出嘛 所以陳信龍還是一個 一切到同課不太行累累的人 他被政府關禁關注五次 OK 這個是有證據的 我本來今天想帶來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當然現在已經把他趕出去 OK 可是趕出去並不代表 這些文物是他抽的 因為他有錢和類類的 那我不懂為什麼這些主委 負責管理這個主委文物的人 要讓他住在裡面 然後現在他把產權變賣給陳守元先生 所以陳守元先生 那天跟田復局長有講的 他們要進出整理房子 所以我有開保全的權限讓他進出 可是他每天搬 每天不知道在搬什麼我不懂 所以現在你們現在看到這本後後的 文物的那個資料的時候 我剛剛也問了那個李先生 徐建築師的李先生 我說裡面的照片為什麼不見 他說對 不見了 就是找不到 就是不見了 所以我一直很擔心 我們這些文物要怎麼保存 假設這個自動建築要維修四年 在2024年完工 我很怕這四年之間 陳家所有只有鑰匙的人 還會不見多少東西 那他們的結果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見 你既然要保管鑰匙 要過個主委 你不知道是到來龍去賣 東西去了哪 到了哪去 還是你賣掉了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當初我在二年前 我就打電話給復工 復工國務院 我說你們要不要來看一下 我們裡面的東西 要不要拿去做保管 或者是給人家做展覽 可是我們陳家就是明豔不得 我是陳家的第五代 我很希望這棟文物 就是展現出去給大眾看的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好 還有沒有提示 其他委員 郭浩士 這樣看起來 整個建築真的非常精緻 其實最好讓文物是 跟房子是一起的 那我現在想請教就是 我們剛剛在前面一個案子的時候 他中間有一小的棟棉 它是屬於古蹟的一部分 那剛剛許建築是在報告的時候 把它切開的 也就是說你現在的古蹟是建築物 可不可以放一下那個平原 其實說實在 現在台灣所有的老街區 或建築的保存裡面 平原幾乎都沒有被重視 可是在這樣的住宅 包括那個剛剛的陳小姐講的 父親或曾祖父在 在偽造貴賓 接待貴賓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元素 那剛剛有講說可以重建 其實古蹟也是可以修復成原來的樣子 或是破損的 那為什麼這不是一個整體 而是把它切出去 這個都可以再說明一下 我跟老師說明 那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其實包括陳小姐剛跟郭老師的意見 在做修復在利用計畫的時候都有考量 那我第一個要講 陳小姐講的那個股物 他們家的股物的部分 會另外做一個股物保存計畫 那我們大概也開始申請經費 請中央出部分 然後文化局出部分 編列預算 然後也請陳家同意 由文化局代行 然後文化局整理完以後 會就有價值的部分 登入在股物的系統 讓另外一部分 再會找一個空間 在大家的同意之下 先把這個整修期 把這個空間先收藏 然後也上次也跟陳家談了 就是在修完的前一年 要訂出他的整個經營的方式 在大家的同意之下 其實這個案子 跟也算是大道成 少數的 數一數二的豪宅 所以邱老師的 文資中心輔導團隊 也進駐輔導 跟剛剛的盟假的是一樣 這兩個案子都很不簡單 那庭院的部分 切開的原因 其實是一體設計 切開只是為了因應 跟文資局申請經費 整個總經費本體的部分 加剛才的文物調查 還有後面的那個庭院的部分 大概將近兩億 文資局也沒有辦法一次給 所以要切分不同的預算經費跟計畫 可能要 這案子真的非常不容易 如果能夠有足夠的經費 那可能也感謝陳家 雖然有不同的意見 但到現階段都同意 有文化局來代為執行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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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庭園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沒有六月的古蹟物體 因為古蹟修復裡面 其中如果六月的古蹟物體 因為它的這個水池 其實現況都已經遮蔽住了 就是 然後我們 我們下面探勺 的確還有它的殘疾 那尤其是後院這個招待 這個丁克的這棟一樓的洋畫 非常精緻的 它下面基礎還在 可是它上面全部一時 那第三個是這個甲衫 因為這個甲衫的話 其實我們要列為古蹟本體的話 它就要用原工法 原材料去做 我們是建議可以用意向的現代工法 那尤其列為古蹟本體的這棟 如果是列為古蹟本體 所以當然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 把甲衫跟這個建築 要模擬修復的這棟 列為佔用必要設施 而這個庭園 如果列為古蹟本體 當然就是 它的原貌規復 比較沒有把握 就是 形貌可以 但是它的當初那個 那個甲衫旁邊石頭 是個比較沒有辦法 完全依照那個 原工法原材料 有沒有 是這樣 謝謝 謝謝 那李老師 這個 這個 這個報告的期末 我好像沒什麼 所以我的意見是 六字二葉 剛剛那邊講 不過 這個 就是 我剛才講 你剛才說 你剛才會有個修復原則 所以 這個 這個 反正 就這三個不面 反正說 這算是建國土地 這樣 所以這個沒問題 它想要是 修復原則 那修復原則 應該在這個報告 講不少 那它原則 第一個 基本原則 也有形貌規復 所以 那 還有一個 那 那現在就是 你要講的 再用必要設施 寫到 原修復原則的第三領 那 要怎麼寫呢 就是 有 大概是 大概要新建 所以你這個 應該把它講清楚 再用必要設施 這個 那修復原則的第三領 要新建 就新建 應該 這上千錢 才能做 所以 你把它放在 補給分補 當然 就是補給分補 就是 再用必要設施 它在補給分補 包括 補給分補 那些 都是 我也不曉得 那 一份 設施 都是再用必要設施 所以 我覺得 要留下這 62 二個部分 修復原則 這邊有沒有 就米老師 這部分就以米老師建修 還有其他老師 有跟這個案子 如果沒有 我們是不是來講 好不好 鞭鞭就是焦虛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審議案3陳田萊庫去修復這項計畫 有18個老師出席 有18個老師都同意 然後已經達出席委員過半罪 所以同意這個案子 修復在利用審查通過 那原則上就依李老師的意見 做一些調整和修正 好 以上謝謝 我們下一個案 陳彥寺歷史建築 杭中南陸一段75號日式宿舍 修復及在利用計畫審查案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4條30條 古蹟修復及在利用辦法第13、19條 辦理情形 本局於97年3月25日公告登錄 杭中南陸一段75號日式宿舍為歷史建築 相附件一 本案體力與建物所有權人為國有 管理機關限為經濟部標準行運局 二 本案修復在利用計畫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委託景雅齊建築師事務所辦理 景雅齊建築師事務所於109年8月12日召開座談會 本局於109年12月11日召開審查會議 序於1015年1月26日召開座審會議 相附件2、3 原則同意續送本審議會審查 此為本案公告資料 此圖為建物的位置與空間示意圖 定著土地範圍為紅色虛弦範圍 歷史建築本體為藍色的色塊區域 其他色塊為附屬設施 室內增建空間以及室外增建空間 此為建物現況的外觀 明白 本案提請本審議會審查 並依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以下請請雅齊建築師事務所 針對本案進行簡報 主席 今天是歷史建築黃州南路 一段75號認知宿舍 修復債優計畫的文資審議 這邊是他的正門跟他主要的入口 下一頁 我們等一下會從基地該藥歷史研究 建築研究修復計畫 文化資產價值跟佔用方案的建議 後面有簡單的因應計畫 這個是正門入口的地方 現在已經有一個緊急強修計畫 把帆布蓋住屋頂 因為有漏水的問題 下一頁 下一頁 基地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它是屬於第二種商業區 容積是630 建幣是65 土地全屬是中華民國所有 管理人員是經濟部的標準檢驗局 所屬機關是台北市政府文化組 下一頁 整個基地的配置 圍牆以內的話 總共有三棵受保護樹木 就是物行石還有青鋼嶺 建築物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後面這個地方是增建 下一頁 我們從周邊整個台北市 在靠近我們這個區域的量體去進行研究 在1919年的時候 我們這個基地還沒有建 1932年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還沒有建成 但是旁邊已經有一些日資宿舍已經開始了 下一頁 在1945年的時候 我們的基地 周邊這些宿舍已經蓋起來 然後我們這個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到現在的話 他周邊這個已經蓋大樓 剩下我們自己比較矮一點 所以在上一次審議的時候 委員有請我們提供一下分析 就周邊環境的分析 就是在1945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是一層樓的房子 就是周邊的狀況是這樣 那到現在的話 其實旁邊都蓋大樓 那我們可能比較海一點 那有一點這個壓迫感 但是因為時代的這個邊線也沒有辦法 下一頁 那因為我們是在東門的這個區域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研究了整個日治時期 台北市的一個重要的計畫 從1900年的台北市的城內的市區計畫 然後到1945年的台北15萬人口都市計畫 那後來到1932年的時候 我們的基地其實是在這個大台北60萬人都市計畫 往東擴展的這個狀況底下 在這個區域行建 下一頁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在講這個東門町的發展 那其實我們是在幾乎是在這個1940到45年代這個時候 行建 所以那時候已經比較完整的這個日本人的一個住宅區 然後有文化村等等這些就是住宅區的一些發展 下一頁 那當時的一個建築的狀況底下 因為我們在調查研究的時候有發現說 其實在戰後呢 其實日治時期的房設是用封的這種方式 給相關的一些機關的員工的住宅使用 那我們在訪談的時候呢 我們也去了解到 當時這個標檢局也是用這種方式呢 分配給這個劉清禾先生的家人居住在這邊 他們其實是從民國42年 他就住在這裡 然後一直到民國99年左右 那當然他住進來的時候呢 他們已經講他原有的這個針見已經都蓋好了 所以他們也就沿用沒有其他的這個針見 只有修改過屋頂 下一頁 那劉清禾先生呢 他出生在1911年 附近是劉瑞山 是台南的望迷 母親的話是王小姐 那當然是清朝末年 他是台灣的第一個獲得德國博士的台灣人 那當時他所屬的年代 跟他所鑽研的這個化工博士呢 是形成的就是說 當時的整個台灣的思潮 是在工業化的這個 進程當中 所以這是他的任職的過程 他一直最高當到這個 台灣省政府的這個建設廳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建設科的這個 張曉菊的一個副局長 還有台灣省工業實驗所的所長 然後後來擔任顧問 那這是他們的家庭照 那這是我跟他兒子訪談的這個照片 那他其實就是剛剛所講的 在六十萬人所都市下的程度 我們基地是在這裡 這是台北城內 那信丁的話 其實我們的基地就是在這一塊這樣 那建築形式與特色 他其實總共有三個路口 這個主路口、赤路口跟這邊的側路口 那入口一進來之後 玄關廣間 然後跟應接室、茶子間、座夫、赤子間 後面有茶屋 那總共有兩套的衛浴設備 那旅中室、台所跟公園這樣 那這邊的話是針見的空間 那周邊的話 他總共有一個 這一個是消防水池 目前已經長了一棵大樓樹在這裡 那後面有一個水池是埋在這個土裡面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開放式的防空洞 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後續會建議就是 這些都應該要留下來 那當然還有一些旁邊的這些針見 等一下後續再利用的時候也會談到 這邊我們希望拆除 然後成為動線 那這邊是留下來當作附屬設施 無障礙廁所跟廚房 那這兩個針見的話 以前說這裡是三輪車停放的空間 因為以前有一些達官貴人 包括蔣家的人 他們一開始是三輪車的交通行事 是停在這裡 那如果後面飛頭車的話 是直接就停在門口 那這是他的圍牆 那上一次公告有提到說 這些圍牆要保留 但是其實我們調查研究的過程當中 會發現說他其實應該是戰後的時候興建 所以會建議這些是可以修正公告 那當時在談 我們其實是比對的這種高等官設 其實是屬於第三種的這種變形 面積是在46平以內 下一列 那這邊的話是可以看到 第三種官設 第四種官設 都是兩個出入口 那我們這裡總共有三個出入口 然後有一些變形在這邊 那當然面積也是介於這兩者之間 那這邊有一個茶屋 我們這裡有一個茶屋 那這裡是針見 下一列 下一列 這是我們把整個建築 用這個BIM的系統把它建出來 下一列 這是它的屋架跟屋頂 是脫水的屋頂 下一列 這是另外一個角度 主要入口 次要入口 然後側邊入口 這邊進 後面這邊是針見 下一列 下一列 我們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現場有撿到這個屋枉 我們也把它量測出來 那另外沿地板還有兩種規格 經過我們的訪談是 因為戰後的時候 他曾經有修過屋頂 所以有兩種尺寸 下一列 那這是以間尾單尾就是180公分 下一列 那屋頂的話總共有兩種系統 一個是二重小屋主 另外一個是樹立小屋主 下一列 那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有發現它的屋面板 有這個淡水濕合巴商行 現在在淡水這房子已經不見了 他當時是這個商行所提供的 這個建置 下一列 然後 所以我們有在印記發現的地方 都會把它標示出來 下一列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有發現到 一呂波順的一個記號 然後還有它有壁串 壁串上面有寫 集成商會 集成商會 集成商會是當時的營造場 所以我們判斷它應該是 新建本安的一個營造場 下一列 那其實 除了這個 感谢观看